白发老太太坐在荒山上织布 正常人一看明显就不是什么善茶 不过两只小蟑螂却躲在树林中窥探了半天 但依然没有发现异常 只见老太嘴里念叨着奇怪咒语 不怕死的两人终于忍不住了 提着两米长的长枪 就要上前杀了奇怪老太 但老太却直接说出了他们名字 原来左边的是一号守城队长老王 右边的则是他的副队长三木 两人都很奇怪 为什么老太会知道他们名字 还没来得及质问 老太直接说出 今晚老王会成为北馆馆长 老王一听大惊失色 当城主那可是叛逆大罪 为了不让老太胡言乱语 直接拿弓箭准备射杀老太 但却被一旁的三木拦住 三木认为老太在危言耸听 这时老太对三木说道 你今晚会接替老王位置 成为蜘蛛城的一号守将 但未来你儿子也会成为城主 刚刚说完老太突然站起身 一阵妖风扶过 老太忽然就消失不见了 两人追进去查看时 却发现草屋背后白骨成山 他们这才意识到老太是山上的妖怪 但他们并没有当真 很快老王回到蜘蛛城后 果然当晚就被城主封为北馆馆长 而三木则成为蜘蛛城一号守将 到此老太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一半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之所以会得到封赏 那是因为一天前 隔壁的乌鸦城想要吞进蜘蛛城 而城中却没有人敢迎战 城主大为恼怒 就在商讨谁出兵时 前线捷报传来 一号守将老王与副将三木 奋力抵抗敌军 并取得了胜利 城主非常高兴 回城后他们才得到了大风赏 但他们却归功于妖怪的预言 成为北馆馆长后 老王就得到了自己的封地 虽然锦衣玉食 但每日却忧心忡忡 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老太的预言 如果预言是真的 那么他将会成为城主 他将预言的是告知了妻子 妻子却担心 三木会将预言告知城主 如果预言被城主知道 老王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担心之余 手下就传来了城主带兵埋伏北馆的事 老太婆预言男人会成为馆长 不久后会成为城主 因为老太的预言 刚刚成为北馆馆长的老王 每日都是忧心忡忡 生怕预言传到城主耳朵里 就在他担心的时候 城主亲临他的北馆要塞 他本以为城主是来除掉他的 不料城主却是来打猎的 而派兵包围北馆 那是因为城主想要吞定乌鸦城 所以在离他们最近的北馆社埋伏 等待时机成熟 联合北馆士兵 一举吞定乌鸦城 老王得知城主真实目的 高兴地向妻子炫耀城主骑中他 可是妻子却要他杀了城主 再来个栽赃嫁祸 而身为城主心腹的老王 自然可以荣登城主宝座 就在老王犹豫时 妻子早就派人迷晕城主守卫 老王骑虎难下 没有办法的他 只能按照妻子的话杀掉城主 很快城主就死在了老王的刀下 甚至还栽赃给乌鸦城 隔天一大早 老王假惺惺地给城主办葬礼 大摇大摆地将城主送回蜘蛛城 由于蜘蛛城群龙无首 加上乌鸦城虎视眈眈 所以老王顺利尚未成为了城主 而老王所做的事 三木则心知肚明 他非常庆祝老太太的预言应验了 但老王接管蜘蛛城的时候 三木直接带领手下 无条件支持让老王当城主 老王看到三木的做法非常满意 因为自己无儿无女 还承诺将来自己百年后 他的城主职位会传给三木儿子 也就当作应验了老太太的预言 城主死后 他的十二位美娇妻 也就自然成为了老王的小妾 老王回家后 立刻将自己对三木的承诺 说给妻子听 妻子却告知他自己怀孕了 将来的城主职位不能给三木儿子 他甚至还告诉老王 不仅不给城主 还要找理由杀掉三木父子 以免老太太的预言成真 很快老王便派手下传唤三木 而三木家因为马儿突然暴躁 他预感到有事发生 在儿子的劝说下 也拒绝了这场鸿门宴 宴会开始后 老王没见到三木 于是大发雷霆 很快便派人暗杀了三木 但三木的儿子姓木却逃掉了 为了不让事情带路 老王直接杀了杀手 由于城中接连死去多名大将 蜘蛛城城主残暴的是一传再传 结果闹得人心惶惶 很快探子传来消息 蜘蛛林外有大量敌军出没 城也预言半也预言 男人因为相信预言 还没有坐稳一个月的城主位置 很快就遭到了隔壁城池的攻打 而敌军的领将 正是好友三木的儿子姓木 形势危及关头 老王召集所有手下商议对策 不料无一人发话 没有办法的老王 于是就想到了蜘蛛林中的妖怪 很快骑着快马来到了树林中 可是老太行踪飘忽不定 老王四处叫喊一番后 老太终于现身 并变化了不同人的样子 老王没有和他废话 直接让老太预言自己的战果 如果不答应就直接烧了蜘蛛林 只见老太说道 除非山林移动 否则他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老王心想这山林怎么可能移动 那不就意味着自己肯定会赢 为了稳定军心 他直接将老太的预言告知士兵 士兵听后恍然大悟 然来老王当上城主是天定的 如果老太的预言是真的 那么他们的城池就不会打败仗 一瞬间士兵士气高涨 但很快老王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士兵传来消息 说是蜘蛛林在移动 老王大惊失色 他根本不相信山林会移动 直到他眼见为时后 才发现山林竟然在向他们靠近 一瞬间军心涣散 所有人都不想战死 于是把矛头指向了老王 因为只有抓到老王 他们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老王看见士兵要背叛 吓得慌忙逃跑 可是士兵人多是众 很快老王就被射成了马蜂窝 然而让老王没想到的是 山林根本没有移动 树林之所以会移动 是因为姓木的战术 他要用树林做掩体 从而抵挡敌军的箭矢 但由于老太的预言 老王并没有冷静思考 最后才变成了马蜂窝 同一时间老王的妻子 也因为流产而亡